港鐵下星期五起調整四條鐵路線服務 機場快線市區遇辦登機服務暫停 港鐵說同航空公司相討之後 下星期五起暫停香港站和九龍站的遇辦登機服務 有兩個站往返各主要酒店 和鐵路轉線站的免費穿梭巴士服務也暫停 機場快線飛繁忙時間 班次會調整至30分鐘一班 動重線和團馬線一期平日飛繁忙時段 週末和公眾假期維持大約10分鐘一班 迪士尼線將會在下星期五起暫停服務 港鐵會安排接駁巴士來往鷹路站和迪士尼站 港鐵說鐵路線的乘客量 在3月底錄得平均超過四成按年跌幅 其中機場快線和迪士尼線 更加錄得超過八成跌幅